窗帘系统 我们在窗帘的开关部分设计了手动与自动两种开关方式 若使用者选择了自动 本系统将会自行判断室外光线亮度 调整窗帘的开关 而手动的部分则是使用者能够自由地控制窗帘开关 温湿度查询 在本系统我们提供了及时的温湿度查询 供屋子内的人员查看 周边控制 使用者能够透过选单选择使用者想要的灯光亮度 以及风扇的开与关 使用者能够透过选择 灾害警报器 我们透过灾害警报器 使得灾难来临时 及时发出警讯通知屋子内的人员 使得屋子内的人员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内 做出相对应的措施 灯光开启 此功能利用智慧型手机的麦克风装置 读取使用者的声音 辨识出使用者需要的功能 做出相对应的功能 灯光关闭 风扇开启 风扇开启 风扇关闭 读取我们脑中的专注值 以及放松值 以达到灯光以及风扇的控制 影像监控系统 藉由网络摄影机 使用者能够轻易的透过智慧型装置 查看教室内发生的一切情形 AR 扩增实镜 我们利用3D投影的技术来进行延伸 在家中的娱乐 并能更加有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